1950年9月中旬,由麦克阿瑟指挥的联合军队登陆仁川,正式开始介入朝鲜战争。 在联合军队的16国部队中,志愿军战士对土耳其士兵的评价颇高,这是不是就代表他们的战斗力是部队中最高的呢? 虽然联合军队在正面战场被志愿军战士们打得节节败退,但是我们不能把他们看作是简单的乌合之众。 在联合军队中,除了领头养美国之外,土耳其派出的兵力数量位居第三,并且这些土耳其士兵大多都是贫苦出身,和那些养尊处优的少爷兵有很大区别。 在之前的历史中,土耳其和北方毛雄进行了多次战争,双方可以说是结下了世仇,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,土耳其变得越来越弱,而他们的敌人变得愈发强大。 所以,在二战结束之后,土耳其一心想加入北约阵营,而加入联合军队就成为了一张门票。 参加朝鲜战争的土耳其旅长,曾在一战时打败过不可一世的英军,在当时是一位年迈的将军,但是为了得到这次机会,他甘愿自降一级,变成了一位旅长。 1950年11月18日,土耳其士兵正式抵达战场,随即就被编入美军军团进军北上。 没想到,仅仅在八天之后,这支部队就传来了一个好消息。 11月25日的时候,志愿军战士向德川发起进攻,将韩国第二军团迅速击溃,有两个师基本上被全迁。 联合军队第八集团军沃克紧急调派土耳其旅,在韩军撤退的路上布设防线,以接应被击溃的那些部队。 11月26日,土耳其士兵果然遭遇到了志愿军部队,他们也是表现勇猛,拿起枪就给了他们一顿胖揍。 这一战,必伤几十个志愿军战士,还俘虏了将近一百号人。 在当时的情况下,这就是一场难得的大胜仗。 但是,让土耳其士兵没有想到的是,他们俘虏的这些人不是志愿军战士,而是被击退撤退的韩军士兵。 这些韩国人做梦也不会想到,在前线被暴打一顿之后,回来又撞到了土耳其人的枪口上。 11月27日,土耳其旅派出一个营和一个工兵连,抵达了嘎日岭附近的村子。 志愿军战士随后到达了附近,恰好遇到土耳其士兵在火堆旁取暖。 于是,战士们直接将他们包围起来,随即便爆发了激烈的白刃战。 结果,志愿军不幸牺牲了7名战士,毕伤敌人300余人,俘虏了20多个土耳其士兵。 11月28日的时候,时任营长的曹玉海率领战士发起突击,摧毁了敌人的17门重型火炮。 毕伤俘虏700多个敌人士兵,俘虏了100多辆军用汽车。 土耳其旅和美军一个师陷入绝境。 最后,土耳其旅丢弃装备物资翻山越岭向后方撤退,但只有一小部分逃出了包围圈。 第二次战役之后,土耳其旅已经伤亡大半,基本失去了和志愿军战斗的能力。 尽管土耳其旅损失极为惨重,但和美军与英军比起来,他们在战斗上还是有值得肯定的地方。 士兵们近乎自杀式的进攻,只为了掩护向后方撤退的美军。 志愿军战士也给了他们很高的评价,说是战术相当灵活,士兵的韧性和当年的日军有一拼。 在伟人发给彭老总的电报中,也曾出现过土耳其旅的相关信息,可见我们对他们也是相当重视。 那些被俘的土耳其士兵在战俘营中也是积极改造,由于大多都是贫苦出身,所以各方面基本上不用志愿军战士过多的照顾。 更有趣的是,在土耳其的一座博物馆里,展示着一面青天白日期,他们介绍时说这是战胜中国士兵缴获过来的,但是当时的国军已经败退台湾,并且蒋介石三次要求出兵军被拒绝,最后也只是派了一些特工去战场接收志愿军战俘,但是那都是到了1953年了。 也不知这面象征胜利的旗帜,是他们何时何地进行缴获的,这可能又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题了。